这天钦斯曾说过 如果到那一天 就请剑真杀了我吧 创的那次都漫改剧恶魔游戏原作漫画故事 一眼看去玛丽苏 实在轻松会谐中带有一定深度 他抨击网络剑板侠 描写了格格尼尔抗衡联合国 和首领的过去都非常有趣 这一切还得从格格尼尔的首领 剑真和总理大臣齐登三任的学生时代说起 在学校里 钦斯并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 曾有三个学习成绩优异的门阀世家 占尽了风头 排名第三的是财政大臣之子 齐登九历城 第二是山本制药的千金 山本丽华 第一是财阀集团少爷 宝涛院见证 这三个人才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钦斯只是一个埋头看色情杂志的小青年 这天 门发三人组为首的见证 邀请钦斯到屋顶开小会 在钦斯眼中 这三个人只是看起来古怪的普通人 因为平民出胜的钦斯 竟然成绩与见证并列第一 见证口中虽然诉说者不满 丽华和齐藤应该排在第三和第四 但那其实最在意的是并列第一的钦斯 丽华明说 钦斯应该第一 见证最多1.5 因为见证居然在考前收买了老师 没想到 见证反以为荣 甚至他还黑进了老师的电脑 防止考题有变 既然付出了努力 就应该有回报啊 至于手段是什么 没有关系 那钦斯就更爽了 你这样都才和我同分呢 两人间的火药味很浓 见证必须要和钦斯分割高下 方法是在河边随便捡块石头 一直后谁卖出的价格更高 谁才是第一 两人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卖石比赛的游戏 没有任何特别 两人都捡了一块极为普通的石头 钦斯认为石头的外形一点不重要 就算石头的外形再特殊 但谁会在一个学生手中买一块贵重的石头啊 钦斯当场询价 丽华一元都不想出 其他人认可钦斯 愿意出个一千 钦斯换了个问法 假如丽华必须和胜者交往呢 丽华立马表示 愿意出五十万 没错 钦斯是说明 副价值才是比赛的关键 那么游戏开始 钦斯首先想到的是卖七十万的石头 附赠高价手表一只 但无人问津 说起来都是钦斯害的 钦斯规定 商品的主体必须是石头 就算你附赠电视机都行 但绝对不能是卖电视机附赠石头 也就是说 买家必须清楚 自己买的是一块石头 这样商品就一点不抓人眼球了 加上钦斯之前诱导丽华开价五十万 在潜意识里就引导了钦斯 必须卖出在此之上的价格 否则万一被丽华买下 钦斯还是输了 可买家看着石头的负赠品过于昂贵 也不敢牵一下手啊 有难度 让钦斯更兴奋了 第二天神情紧张的丽华来找钦斯 把班里的其他男同学忌妒坏了 有人恨不得宰了钦斯 丽华对钦斯的进展很担心 但钦斯自信能把石头卖到五十万以上 钦斯的优势是资源丰富 相比之下 钦斯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的决策也截然不同 钦斯想到 或许可以让名人在石头上签名 很快一周时间到 钦斯成功卖出了一百万 原来他把石头放在了宝石展上 并在展区的角落里 放上了三位知名设计师认可的 美丽天然石 结果石头第二天就卖出去了 那么钦斯又卖了多少呢 竟然也是一百万 而且钦斯是在钦斯曾失败过的网络上 成功卖出的 还没有提供任何附加值 只是精心设计了说明 上面写道 本人没能力编写石头的真正价值 所以要转让给其他人 无论买家是个人 美术馆或者研究机构 都可随意处置 见证愣住了 这摆明是诈骗的 虽然钦斯几乎是在说 这是块普通石头 但就有多新的经销商 以为它是化石 陨石或是矿石 定价也很关键 鉴于是一口价 定价太高也会卖不出去 大家注意一百万日元 按今天的汇率 说算仅有四万元左右 第一站两人未分胜负 于是两人约定再战 比下次谁能当上票选的学生会主席 比赛的关键 就是竞选的十分钟演讲 谁能更抓住人心 谁就能当选学生会主席 首先是见证的演讲 他首先表明身份 自己是财阀二代 学习与运动都很擅长 最重要的是 自己说到做到 紧接着 见证就抓住了大家的胃口 其实大部分同学 当不当选职务 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我除外 大家都知道 我校学生会的优势社团 就是常年打进贾紫园的棒球部 他们训练的刻苦程度 令我深感佩服 但是 其他社团也在做同样的事 所以 如果我当选 第一件事就是要削减棒球部的预算 原因无它 大家都很努力 但棒球部的预算 却是其他的好几倍 就拿全国大赛来讲 棒球部可以报销差旅 但为其加油助威的大家 不仅要自费 甚至还要为棒球部捐款 棒球部的成员们 其实也心存愧疚吧 因为你们只是做着喜欢的事 却能获得特别的优待 以前还有人会按棒球的成绩选学校 但如今都是为考大学服务 棒球部不再具备宣传作用 反倒是考试成绩的吊车尾 可其他部门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同学 都不能参加活动了 如果我当选 我要削减棒球部三分之一的预算 并把同学们的捐款对象 从棒球部 改为给能参加全国大赛的社团 削减书的经费 一半分给其他社团 另一半按实际分配 强制为棒球部打气的规定也将取消 大家可以去支持你喜欢的社团 这般美好的愿景 让在场许多同学都开始畅想未来 建政继续说道 用人气决定社团经费也不错 就像职业运动一样 这样棒球部也有机会努力取回经费 最后我想强调 我说到做到 如果你喜欢这样有趣的改革 就请点赞三连吧 就请偷我一票吧 演讲完毕后 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 同学们热情高涨 愿意支持建政 建政本人的思路是 当选主席只用得票最高就行 鉴于本次只有他和秦司竞选 所以得票率超过一半就行 据统计 棒球部与其支持者的比例 才占总人数的20%不到 争取其他更多人的支持 就能获得胜利 建政强势开局 且看秦司如何应对 首先 同学们还没从上场亢奋的情绪中恢复 秦司这时上台演讲 恐怕没什么人听啊 秦司赶紧向主持人申请 可否中场休息五分钟 这招让所有人吃惊 但紧接着台下就有人大声反对 不过 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都集中到了尴尬的秦司身上 秦司这才开始演讲 我是无名之辈 但我能记住所有同学的长相和姓名 不信的话 欢迎台下的同学举手 我会爆出他的名字 还真是神奇 秦司果然一一爆出了台下学生们的名字 通过这般魔术般的点名 大家才发现 这个竞选人不一般呢 改变大家的第一印象后 秦司继续说道 我想和大家交朋友 我认为借助对方的名字 是交朋友的第一步 同时 我也想借此机会描述一下 我认为理想的学生会长 就是能和全校同学当好朋友的人 大家看看这本学生手册吧 令人意外的是 上面的绝大部分权利 自建校支出以来 从没有人用过 就比如建成刚提到的 社团经费分配权利 按规定 预算分配要经过学生干部的 集体同意才能修改 但实际上大家基本都没想 就爽快地签名同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学生干部的任期只有一年 光是熟悉工作都很消耗精力 导致干部审核经费疲于应付 二是 背后老师的意见 同学们基本无法违抗 但我会行使这些权利 包括对老师提意见的权利 此话一出 在场老师们的眼光都变得严肃了起来 青丝字数已经得罪在场老师 但老师可没有投票权了 学生会长可是代表同学们的意见 大家应该选站在同学一边的人 而不是看老师眼色的人 这就是我所谓的 和全校同学做朋友的意思 比起陶后老师 从而在升学时占便宜 我更想和大家做朋友 我认为这样对我往后的人生更有帮助 至于另一位竞选人见证 他属实太过优秀 以至于凡事都喜欢独自下判断 而我显然没他那么优秀 但我能记住所有人的长相 名字和最重要的需求 综上 我认为我更适合担任学生会长一职 至于优秀的见证同学 我会请他当我的副会长 各位 请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演讲完毕 此时 见证发觉大事不妙 自己是通过书底 来团结其他大部分同学 但青丝却是瞄准了全校同学 还要通过让自己担任副会长 吸纳见证的支持者 青丝心想 见证误判行事了 选举真正要攻击的是 没有投票权的老师和候选人呢 不得不说 青丝确实把我说服了 最终 学生会长投票结果 以青丝获得七成票数 见证获得三成票数收场 话说 青丝是怎么记住这么多同学的名字呢 在平时 青丝就能记住同年级学生的所有名字 和高低年级学生一半的名字 这次竞选 不过是再把最后一部分人的名字记下罢了 但演讲内容 确实发自青丝真心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才是自己一身宝贵的财富 还有 如果哪天青丝忘了这件事 就请见证 杀了我吧 十年后 青丝利用在学校中积累的人脉 不断开拓事业 到25岁时 他已成功开设芝田集团 并担任社长 同年见证27岁 他已继承宝条院财团 成为总裁 青丝与丽华也展开了恋情 晚餐时 丽华告诉青丝他怀孕了 丽华比青丝还紧张 因为他们每次都做好了防护措施 但他发誓没有劈腿 不行就去做DNA鉴定吧 结果 青丝直接开口求婚 这自然是你情我怨 可这还要问岳父答不答应 但没想到 反倒是岳父像被僵了一军 岳父不仅对青丝没什么意见 而且为这个小青年担心 因为岳父知道真相 是女儿动了手脚 他才意外怀孕的 接着岳父问了一个经典问题 你凭什么确定能给我女儿带来幸福 面对老父亲的刁难 此时丽华已经目露凶光 青丝提醒岳父 您可以不信我 但您一定更了解您的女儿 她既强大又聪明 一定能好好地利用我 获得幸福 老丈人听后大笑 怀孕这件事不真是这样吗 于是他放心地交出了女儿 但他们结婚的消息 也让丽华的爱慕者恨之入骨 之后青丝在天桥上 看到有人长得一副将死之相 但那个人却说 是你将要死了 多么温馨的祝福啊 神秘人断定 支田集团发展速度太快 积累了太多成功 这恰恰会让人忽略背后的风险 没错 这人就是最危险的雇佣兵 也是招招日后的管家 漫画的武力担当 钢本龙肝 他手下的一众雇佣兵 就是日后格格尼尔的中间力量 招招日后的宝丸 虽然战场让钢本感到刺激 但他内心向往和平 所以他一把掌 救下了即将遇刺的青丝 制服了丽华的狂热爱慕者 这个爱慕者 早就出现在了青丝的学生时代 被藏在漫画的一小阁里 面对救命恩人 照着坦白 对积累太多成功带来的风险 他没有深入思考过 这也是长期困扰钢本的问题 因为当雇佣兵死亡会来得很突然 所以他不敢积累名誉 财富 亲情 友情等等 这可不撞上青丝的强项了吗 你来给我当保镖 我来承担你的期待 钢本觉得这个想法很新奇 表示可以试试看 但不保证会一直做下去 没想到你大爷也说谎了呀 再之后 招招出声了 社长青丝依然能记住每位员工的名字 甚至会抽时间为不下解答心理问题 时至今日 青丝依然认为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所以他不时的会面是一些社会上的各色人等 其中就有一位热爱考古的老人 崩兴岛 崩兴岛今天是来申请研究经费的 他将用于研究一项超越人类力量的道具 名叫恶魔钥匙 青丝用量子读书法 瞬间了解了研究成果和方向 并决定 这个项目五王多余投了 去海底看看吧 五年后 坚持和青丝的对决还在继续 只不过他们已经开始比集团利润了 此时招招和彩香在庭院里 结下了青类猪马的友谊 积累太多成功 终究带来了危险 他们在回家途中 遭到了蓄意谋害 而车祸凶手 还是丽华的狂热追求者 虽然青丝和招招没事 但丽华已命不久矣 他有一件事 想现在说 那就是意外怀孕 其实都是他的人工干预 但没想到 青丝早就知道了真相 而且他在学生时代 就对作为富二代的丽华一见钟情 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 甚至很自卑 所以青丝才拼了命的努力 为的就是配得上自己的女神 这才是青丝创建公司 乃至不断积累成功的原动力 关于丽华意外怀孕的真相 其实青丝一直一亲二出 但他没有干预 因为他也在期待同样的事 终于 丽华在糖分极高的告白中离世 死而无憾 但却给在世之人留下了无尽的悲伤 另一边 崩兴的研究终于有了发现 他在海底迷宫中 找到了那本全职天书 初见了崩兴甚至有些失望 不是恶魔钥匙啊 不知道此生还能解开恶魔钥匙的秘密吗 但他正准备离开时 接触到天书的搬运人员 却发生了意外 他虽然获得了无尽的知识 却无法承受天书带来的负担 通过大量研究 崩兴也发现了天书的秘密 但他深知年迈的自己 也无法承受 说起来 谁能承受呢 嘿嘿 王多余行啊 恰好丽华的离世 让青丝一蹶不振 崩兴此时带来了意外的解法 那就失去接触全职天书 或许这样 能让你找到答案 结果 接触到天书的青丝 眼神大变 并计划制造自己的死亡 用于掩盖身份 成为了日后的格格尼尔首领 关于格格尼尔这个组织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 它并非是常规漫画里的作恶组织 首领的理念 不是利用战争统治世界 而是从尖端医学治病救人入手 和平地创造没有纷争的世界 那么格格尼尔为了世界和平 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阻碍其发展的联合国 竟然成为了坏人 这个我们下集再看 喜欢的观众 别忘了多多点赞三连 我也没想到稿子写了这么长 我们下集再见